有一个人活出了百岁人生 坚定地追随天主的脚步 怀抱着爱与勇气 现身扶传使命 正如圣伊纳爵所言 在一切世上爱与服务 他就是耶稣会士赖干灵神父 1917年 赖神父出生于西班牙西北部 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 受到双亲乐于助人的影响 他决定学医 以便助人济世 但西班牙内战打乱了他人生的规划 他答复天主的诏教 加入了耶稣会 1947年 赖神父离开家乡抵达中国 不料1949年 共产党赤化中国大陆 赖神父婴儿转父 菲律宾东地问 1969年 他来到台湾 半个世纪以来 他多半以更新为教院为家 教书 牧林 扶传 照顾会士弟兄的健康 如今 他加入耶稣会 已长达80年 同时高寿104岁 我们公祝他 日日喜乐 福寿绵延 你们知道 这个十字架 跟我在一起 多少年 这个每一个耶稣会 两年入了会以后 发愿 耶稣会给你这个 这个是一辈子 我在耶稣会 快80岁 这个 给了我 80年 我 我 去在哪里 这个在哪里 我每天睡觉 这个在我的孩子 所以这个是很特别的 很特别的 不是 这个故乡 给我 常常 每天说 祈祷爱你 也祈祷 要你爱别人 这是80年 在家会 104 现在生活 那就是 我没有 也许 我没有 到 有一个 为我 很有影响 是 江千 神父 江千 神父 那个时候 是 Public Health 教授 他 在这里 在台北 睡得不舒服 他说 我 没有 看到的 天 为 住 我要 忍 地 我 在我的 口 特别 医学路里 所以他们 找了我 我 离开 地温导 因为有些个人 我还来台湾 我还来台湾 我 感谢主 也 感谢 他 可是 因为 江千 父 我认识里面 我很高兴 台湾是我的家园 我住 在这里 在地下 在地下 旁边 有一个 很高的 一部分 十一楼 两个很大的地下 十一楼的 不是 银 不是 银 银 银 这个有文献 最好的 摆掉 可是 这个有 此段多 我很难过 我是在更新文教院 我爱更新文教院 50年来 更新有 很大的 很大的 变化 现在 我们在 有 八个单位 我现在 要 领带 你们 当每个单位 好不好 好 先生 你好 好 台北历史学社 由 甘义逢神父 雷幻章神父 等 多位耶稣会士 于1966年 创立 至今 已超过50年 甘义逢神父 你也知道 他的重要工作 他是一直看 怎么样 东方 与西方 可以有良好的交流 所以 以前 我们的甘义逢神父 的重要工作 他是做 那个 韩法综合词典 最近 我们的历史学生 出版这本书 耶稣会在中华名录 是 让大家认识 在中国 从1842年 到1955年 所服务的耶稣会士 有 一千五百多个人 好 以后里面 有一个人 就是来神父 因为这里我们有很多 很多 关于耶稣会在中国的历史书 还有资料跟文件 教宗全球祈祷网络 是祈祷福禅会新的发展 为因应时代的演变 积极推动每日三课祈祷 透过网机网络 click to pray 帮助信友 善度喜乐 感恩的生活 并与基督建立更亲密的关系 我们最近的那个 click to pray 很多人也看 跟教宗一起祈祷 对 每日奉献送 奉献他们的生活 跟教宗一起 也为这个人的需要 还有为这个世界教会的需要来祈祷 是 我们好几次参加活动 教宗就说 最重要的活动就是祈祷 祈祷 那我们就是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帮助人用现在的这些工具 用现在的这个电脑啊 网络啊 手机啊 帮助他们能够 真的能够做祈祷 现在的人太忙了 儿哨保护与专业伦理办公室 成立于2019年 旨在协助耶稣会 推动儿哨保护议题 同时也关注全球各地的教会 及儿哨生活中的风险 哎 麦神父好 欢迎 欢迎 真高兴 现在我在儿哨保护办公室工作啊 有不少事情可以做 好 当然 就是帮忙我们的自己的弟兄 帮忙我们工作的同仁 还有我们服务的人 就帮忙他们越来越 重视我们的青少年 重视我们的小朋友 然后让大家都觉得 在教会是一个很棒的地方 所以我们也在神学院上课 也在堂区啊 或者是不同的机构 帮忙大家多了解 什么叫做保护儿哨 然后也帮助教会 避免有什么遗憾的事情发生 然后也让小朋友快乐的成长 这个最重要 好 圣父来 圣父欢迎 耶稣会中华省青年工作的愿景 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 用依纳觉灵修的方式 网路啊 那么的发达 他们没办法 以前那么安静地坐在那边 所以我们常常用 适合他们的一些方法 很多的利用 很多的媒体 音乐 或者是影片 一些活动来启发 他们的一些灵感 我觉得这个是青年工作 最大的一个安慰 看到他们就成长 台北依纳觉灵修中心 前不久 从根新文教院一楼的圣母庭园旁 搬迁到四楼 空间宽敞 气象一新 你可在这个新的房子 要做什么 我们在灵修中心 我们的使命很简单 就是协助人 陪伴人更清楚地听到 耶稣对他们的声音 更深地体会到 主对他们的爱 所以基本上我们用 音乐队的神操这样做 可能人做一天的毕竟 或是周末毕竟 或是八天的毕竟 也有三十天的毕竟 但是可能人不一定有那么多时间 所以有半天的活动 比如说电影领修 或是绘画领修 所以有很多不同的方式 神父这个是一个实际家 如果这是一般的人 我们的目标很简单 就是让人更靠近主人 我们就陪伴人 这个是我们的渴望感和使命 更新文教基金会 是1990年由当时更新文教院院长 王金鸿神父所成立 他秉持耶稣会是张志宏神父 创立更新写作会 以及更新山福团的理念 鼓励青年服务学习 开阔人生视野 至今三十年 仍持续举办各类的活动 并投入多元文化推广 导入社区关怀据点服务 各位同学 我们文教院 您请允许让 王金鸿神父来唱歌 有看到很多的长辈 那他们呢 是来参加一个长青学院 这个长青学院 是服务更新附近的社区 有一些军工教的退休人员 他们白天可以来这边 学画画 学书法 还有唱歌 然后做一些养生的活动 另外呢 我们也有 就是 跟政府部门有一些合作 在推动多元文化这个理念 就是因为台湾是一个多足处 谢谢 不好意思 基督生活团 是一个世界性的基督徒团体 基督生活团 基督指的是 是我们与耶稣会有相同的 依纳绝灵修的渊源 生活是指 我们是一个 在生活当中实践 我们使命的一个特恩 团呢 是指我们是一个 普世性的团体 所以 在聚会当中 我们想办法把基督生活团的三个特恩 生活出来 也利用聚会的时间 同时也培育我们 成为一个更具使命感 更有灵修深度的团员 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去实践我们的信仰 跟更多的人分享 基督的爱与福音 嘿 辣神父 你好 好 神父 领导我 神父 怎么样 还好吗 怎么样 哇 我这还好 神父 堂区目前呢 也有很多的团体活动 特别是最近几年的 有一个堂区细胞小组 目前有12个小组 另外一个比较长修的有主日学 我们也有这个主日学家长更新成长团体 主日学的目道班 因为有几位家长 想认识天主教 除了细胞小组 主日学之外 我们有很多很多活动 很多的小组等等 所以本堂神父有一点忙 真的感谢天主 天主给古廷耶稣圣经堂的教友 很热心很 很乐意的服务 所以帮助本堂神父很多 我刚刚高兴给您 那五三粮 这个是 我们 就在看新温朝阳 那么多粮 特别好 不过 也这个跟新温朝阳 改变了很多 我们应该再一次 更轻易 会搬出台湾 你现在准备 这么样康 更新温朝阳 能够帮台湾 我们现在台湾的社会 教会跟社会的接触 好像还不是那么的多 那我们这个更新温朝阳 就可以扮演这个桥梁的角色 多多向这个社会 介绍我们天主教的价值观 然后帮助这个社会 有好的发展 那我们现在更新温教育 有这么多不同的单位 有这么多不同的工作的方向 我们实际上做很多的服务 我想更新温教育 有很多的潜力 可以做这样 教宗也一直叫我们说 我们教会要走出去 要面对社会 要走出去 能够真的贡献出我们的力量 我想更新温教育 在这个部分 可以发展很多 更新温教育 是一群耶稣会士 秉持爱与服务的福音精神 于1963年所成立 提供许多艺文 灵修 以及山福活动 陪伴不少青年学子 走过迷惘 与苦涩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社会变迁 以及921地震的灾损 更新为因应日益繁复的需求 大陆整修 设备新添 原额扩边 在在都需要您的协助 也请多多支持赖神父 对更新未来发展的期望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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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lig明镜